数控配等离子切割都有一个调高器 不同调高器上面都有一个共同的起伏测试按键 当按住起伏测试按键的时候 等离子会喷火 此时除了一个设定值还有一个实际值 会有一个数值显示 实际值显示100到300之间是正常的 如果说数值一直是0 等离子起伏也一直是0 那么就是有故障 我们需要从等离子这边检查起 等离子背面有一个保险和一个胡压输出 我们首先检查保险是有没有报 如果说保险是没有问题 我们将这个插口拔出 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1000档位进行检测 直流电压档进行检测 表表比对着两个孔 在我们数控端按住起伏测试 等离子开始持续起伏的时候 这个孔之间能测得一个100到300伏的直流电压 如果说测不到电压 等离子内部的问题 如果说测得到电压 那我们再将插头插回去 继续沿着这根线 找到竖空那边 继续测试 这个插头拔了 然后我们来测这一端 同样是按住起伏测试的时候 等离子起伏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100到300伏的直流电压 如果能测得电压 那么就是等这个线到等离子那边都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没有电压 那就是线是有问题的 继续沿着这根线接回去 继续往后边测 这根线接好之后 通过机器内部接到调高器上面 沿着这个ARC口 不同的等离调高器接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测一下这里 在按起伏测试的时候 测这两个端之间 进线端之间 是不是有直流电压 如果说没有电压 那就是这个线到刚刚这节线的问题 如果说有电压 那就是调高器的问题 你继续成为电压 211 210 2� donc